我是一個上一課 一定可以在一個人身上 學到一些東西 Hello,GirlStyle的讀者,你們好 我是Krissy周秀蘭 如果我不做這一行的話 可能應該會很早結婚吧 因為我家比較傳統 以前有想過 我一定要25歲結婚 限定自己很多條件 與不同的人去試一下 可以不可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以前所有條件 都不是你想像中這樣 你要相處過 你才會發現 其實我原來不是喜歡這一種 或者原來我需要一個 什麼人在自己身邊 我是一個上一課 你一定可以在一個人身上 就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你每個年紀 你遇到的有不同 或者是你想要的東西 也都跟之前不一樣 你每一次遇到個人 不一定是同一個類型 就算是同一個類型 生活習慣上面 或者你們兩個的磨合上面 都一定會不同 那一部電影 入行的時候 其實自己的目標就是 很想做一部電影 有角色 然後有對白 然後又可以和自己喜歡的演員合作 用了一年的時間 給大家認識 然後一年的時間 自己真的拿到一個劇本 做到女主角 雖然那一部是一部恐怖片 但是你會第一次收到一個劇本 很滿之餘也很厚 還有你有很多的東西要去準備 所以我覺得是挺幸運的 出道到現在是十年時間 如果想回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其實我沒有想過入這一行 畢業之後做模特兒 已經都有兩年時間 我戶口裡面是很少錢 你沒有工作 可能你是完全沒有收入 你又儲不到錢 你看不到將來 你不知道將來究竟是怎樣 堅持還是不堅持 這個決定對我們人生來說 我覺得是很掙扎 如果我當時不選 即是簽約的話 不入這一行 不做演員的話 可能繼續做銷售 或者可能去做空姐 如果你不去理他 或者甚至逃避他的話 你始終都要解決他 那不如主動一點 因為演員又很被動 又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 下一個劇本會找來 或者你下一個角色是什麼 如果我真的很想做好一點的話 或者我接下來想做什麼角色 想遇到什麼劇本 不如主動一點去學這方面的東西 或者去看多一些不同的戲 我想會選擇這樣的情況 會去充實自己多一點 看看 Oswaldo 一定會在於第三個角色 提升級別人 新的TalA 20 Patrick